危机就是转机 这次的疫情让很多的行业面临挑战 但同时也让很多的行业顺势崛起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分析 新冠疫情过后最能赚钱的五大行业 Hello 我是南下南台 郑敏彦 我是陈学生 新冠疫情导致许多的行业面临重大的打击 尤其是旅游业、酒店业和航空业 很多的公司进行了裁员 也有不少的公司无奈选择倒闭 我们今天就来分析 新冠疫情过后最受看好 最能赚大钱的五大行业 第一 网络商店 虽然大部分的门市商店都已经可以开门做生意 但是要遵守政府的标准作业程序 SOP 例如量体温、扫二维码还有限制人数 为了省麻烦 第三 很多的民众宁可选择online shopping 疫情期间很多的商家都开启了网店 网店的成本比实体店面的成本要低很多 除了传统的美妆产品、服装业 现在连海鲜、蔬菜等等通通都可以放到网上售卖 疫情以前原本只有年轻人喜欢网络购物 现在就连Andy Uncle都学会了网络购物 第二 线上娱乐 疫情期间许多国家的电影院、KTV、酒吧等娱乐场所被迫暂时关闭 但是人类不能没有娱乐 所以他们把娱乐的管道转到了线上 如今线上直播、线上游戏、线上影音平台都能赚钱赚到手软 根据新闻报道,Netflix YouTube在疫情期间为了应付网络高峰期 主动降低影片画质以减少宽频压力 第三 网红事业 疫情期间很多人被迫留在家不仅催生了很多的新网红 网红的流量也取得明显的增长 如果大家有关注我的YouTube 就会发现我在MCO期间订阅人数暴增 从3月18日至今我的YouTube订阅者多了1.5万人 我的Facebook Page更是取得了爆炸性的成长 3月18日的Follower是58K 如今是115K 虽然粉丝人数不能和收入划上等号 但是知名度高绝对对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第四 医药卫生 在疫苗出现以前 免疫力其实是战胜新冠罪严最好的武器 而生产健康保健产品的医药行业 绝对是备受看好的行业 此外 新冠疫情让更多人注重自己的卫生 口罩 洗手液 消毒水 空气消毒机等等 都有很高的需求量 线上温诊在中国也渐渐流行起来 让人足不出户就能看病和买药 第五 线上课程 你有没有试过想要报答一个课程 却发现时间配合不上 而且上课的地点太远呢 线上课程正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如今学校不能复课 政府也规定不能举办一些大型的活动 所以很多线下的课程已经搬到了线上 反而制造了很大的商机 线上课程种类繁多 我们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理限制 学习一些学校不会教的事 例如理财、投资、营销、网红课程等等 重点是很多线上的课程 都比实体课程来得便宜 我们甚至能够跨国上课 所以线上课程 无疑是疫情之后最受看好的行业之一 以上就是我们所总结在疫情过后 最有可能行情大涨的五大行业 但是我们所说的 只能够提供参考 没有列出的行业也有各自的潜能 不知道你对这个课题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我是南下南台 郑彬燕 我是陈学生 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按赞、分享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YouTube的朋友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